带着女儿一起来御佛 每年的这一天 陈大文教事业的负责人猪肉梅 总会特别从高雄来到台北 参加御佛大典 除了是给自己的一个母亲节礼物 也是为家人祈福的时候 因为这是三结合一 那也是回报佛恩 亲恩 众生恩 一个很好的时机 其实人心进化 社会祥和 天下自然无灾难 天下好 我们个人的小我也会跟着好 双手合十 前程唱颂 昆州集团董事长夫妻俩 是大爱台的忠实观众 年年欲佛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今年还特别邀请了 二十位员工一起参加 每个人都说母亲节要带妈妈吃饭 但是因为我一直在宣导说 跟妈妈吃完应该每天都在吃的 然后在浴火这一天他们来感受 然后让他们心里面如果有一些什么 就是比较不安可以在当下 其实就会给自己有一个很平静的感觉 活动的过程中 我想我也能够比较有时间 可以跟父母亲一起互动 然后因为平常大家都工作繁忙 真的要陪爸爸妈妈的时间 真的太短也太有限了 而且也太一般了 我想要来个不一样的 想给家人不一样的母亲节 这回没有华丽的大餐 而是透过陪伴与父母共享天伦之乐 前程欲佛进化身心 一同祈求天下无灾 有个难忘而温馨加倍的欲佛大典 大家新闻雷雅李建宽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